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VegTalk 那么5月13号 币安的第七MegaJob项目BounceSpeed即将上线交易 那么BounceSpeed也是一个比特币上面的再质押攻链 那么整个项目的产品布局 以及整个比特币Layer2的产品定位 其实还是相当有趣的 所以呢 本期视频我就想跟大家去来全面的分享一下 BounceSpeed这个项目在做什么 以及站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参与BN的MegaJob它的收益率可能大概有多少 以及如果我们要参与的话 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参与 包括参与了MegaJob以后 对于BN LaunchPool相关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其实BN LaunchPool跟MegaJob 算是目前BNB的两大负能 所以本期视频就想跟大家去来全面的聊一下 想至于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就为个人件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区块两个数字会被投资 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点赞关注本频道 大家点赞也关注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BouncePay的这个项目在做的事情 其实是一条比特币生态上面的再质押公链 那么用户可以通过BouncePay的这个接口 将自己的以太坊 BNB等等资产去存到整个BouncePay的上面 然后就可以获取到后续的一个空头点数 相信之前如果参与过梅林生态的小伙伴 对这套玩法应该非常熟悉 其实也是一个质押 然后获得空头 类似一个比特币Layer 2 不过相较于梅林的属实拉胯以外 目前从BouncePay的上面看到 基本上头部的一些VC 都有参与到整个BouncePay的上面的一些投资 包括整个的一些投资者 那么确实 我们也从梅林的价格上面来看到 从梅林上线至今 整个价格可谓是一直跌跌不休 那么这也让很多小伙伴 对于整个比特币Layer 2 产生了到底是否有用 以及对于目前的这些项目 是不是来个人的产生了非常大的疑惑 但是我个人觉得从整个的实际任用方面 比特币的Layer 2是非常强的一个高趋点 因为比特币生态上面这么堵 但大家又想去在比特币生态上面去参与 那肯定的最后又一定会回到比特币Layer 2上 所以呢 我觉得对于头部的项目BouncePay的是必须要去关注的 因为我们从以太坊Layer 2上的一些 故事或者是一些历史都可以回顾上面 其实对以太坊Layer 2 无论是早期的Arbitrum Polygon还是后面的OP 上线的时候产品体验其实都还是比较拉胯的 但随着后面的各种项目也都如雨后春春般跑出来 那么其实现在整个Bounce Speed也算是这种早期的一个状态 而且说实话 Layer 2的项目也就只有这些大机构投资的产品可以去玩 因为小的或者是一些创业团队做的Layer 2 肯定在后面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可能他们的资源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推进更多的生态项目 或者是对于这些项目来说 如果一旦产生了比较大的技术问题 那么后续的运营可能也比较头疼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关注整个比特币Layer 2 Bounce Speed可以看一下 而且我刚才也说了 Bounce Speed也是币安第一期的Mega Drop的项目 所以你也可以在这里通过存入非常少的一点比特币 去来完成整个Mega Drop的一个活动 那么目前你也可以看到 整个币安Mega Drop的一个TVL 以及说目前整个Bounce Speed的TVL已经很高 它这里面总体存入的一个钱已经超过了10亿美金 那么在这里面我想跟大家提示的就是 对于币安的Mega Drop第一期的活动来说 你在这里存入太多的比特币是无法提升你的 这个点数的 你如果想要去完成这个Mega Drop的任务 你在这里只需要按照这里的规则去来进行存入就行了 你存入的再多也不会按照线性或者指数的方式去来上升 这只是一个任务 你完成就好了 那么对于整个币安的Mega Drop来说 最为核心的如果你想要去获得更多Bounce Speed的点数 那依然是去进行BnB的定期理财 你也能从这里面看到 对于BnB的定期理财也很简单 你只需要点开币安 然后点这里面的理财 然后点击定期将你的BnB直接存120天 这样子就能获得最高的这个点数 因为存120天你是可以获得30个积分的 那这样子基于你个人在整个BnB里面存入的数量 以及说你定期的时间线 那就可以去不停的积攒你Mega Drop的积分 然后这个积分积攒的越多 那最后你去获得的这个代币的数量也就越多 由于目前其实是Mega Drop的第一期 所以很难去来预估整个的收益率大概是有多少 但我们来去对标Launch Pool的话 Launch Pool基本上现在的收益率只有1%左右 那么我觉得Mega Drop怎么说 对吧挖了那么多天 肯定要比整个Launch Pool的收益率要多 所以我个人判断第一期Mega Drop的收益 大概会在5%左右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一旦能够在这一期达到5% 我相信后面的很多期应该会被疯抢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整个的Mega Drop的参与其实非常方便且简单 而且如果你去存了这个BNB的定期以后 那其实你后续BN如果开Launch Pool 比如说今天早上BN也是公布了全新的一期Launch Pool 对吧 那只要是你去参与了这个Launch Pool的话 那BN后续的这些所有的Launch Pool 你都可以一键自动去参与 因为你的BNB定期就相当于已经去投入了挖矿 那么后续开新的Launch Pool 你也不用一遍遍的去重新点击投入等等这些 你就不用去关心这些事了 你只需要把钱存进去 然后就到时候吃收益就好了 站在我个人的角度 说实话 BNB目前的一个价格走势和BNB目前的两架马车 可以说都是推动BNB往上走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而且说实话 C在那边已经跟美国政府的官司算是告一段落了 虽然跟SEC方面还有一些官司的牵扯 但是我觉得总体上BN应该也算是平安的降落了 所以在目前阶段 BN没有任何大的基本盘的变动的情况下 那BNB绝对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标的 而且现在又有Launch Pool和MegaDrop 这两个全面的加持 那我相信后续各种各样的一些方面 应该也能持续的上升 所以这是我对于BNB的一个观点 那相信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 我个人其实一直对BNB后面的涨势还是比较看好的 我觉得BNB如果这波走的比较好的话 来到差不多1200到1500到也都是比较有机会的 而且我们从这里面看到 对于这个Bounce Speed来说 那么有8%其实是给到了MegaDrop 这一部分还是蛮多的 所以呢 基本上在早期阶段也就只有这一部分的一个流通量是最大的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币安所写的这一篇言报 我也会把这个具体的言报内容放在这里面 基本上就非常详细各种各样的一些故事啊 结局啊 包括这个产品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跟BI Lounge Pro我个人的判断点是一样的 其实对于MegaDrop所上线的这个项目和产品 我觉得BI已经是做了第一期的这种筛选的 无论他们做什么 或者是对于整个Bounce Speed的产品来说 它的产品的一些细节团队背景 BI一定都是做过非常详细的背调的 那么基本上能够上到MegaDrop或者是BI Lounge Pro的项目都会是整个行业里面T1级别的项目 它不会是特别顶级的项目 比如说像A跟Lair那样子 它可能不会 但是它一定是这种T1级别的项目 已经是非常好 而且整个团队啊 背景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样子他们才能上线BI的这种打新平台 或者是一些挖矿平台 所以呢 站在目前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Bounce Speed或者是MegaDrop的项目就可以无脑往上冲 对吧 你其实只是为了去吃你去质押BNB的这个收益率 那对于这个项目本身 它肯定不会Rug 也不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幺蛾子事件 因为本身BN已经对其进行了一波相关的这种筛选 而且呢 对于整个BB代币来说 你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用途 对吧 质押啊 协议激励 包括也是作为Gas費等等这一系列 所以我觉得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上 也是可以有后续投资一个可能性的 那对于说在二级机会 因为我之前聊Long True的时候也说过 对吧 之前的Long True都是上线之后 可能会有20%到30%左右的一个爆拉 那对于MegaDrop我不太确定 而且确实从Long True的Saga开始到Omini 然后又到最近的这个Rinzo 其实这三期Long True 你就没有了二级特别好的一个表现 因为目前市场的行情确实是有点凉 所以站在当下的一个角度 我也想要去来看一下整个的Bounce Speed 作为第一期MegaDrop的项目 在二级的方面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表现 因为如果能在二级上有更多的表现 那我相信整个的MegaDrop应该能够超越Long True 获得这种收益率越高 然后这种二级有机会的一些标的 如果真的能这样做的话 那么后续的各个方面 以及说后续整个产品侧 还是有不同的一些玩法的 所以也是我在这里 想跟大家去来简要的做一下相关分享的 总之MegaDrop作为BN的一个全新的活动 肯定是值得进行参与的 而且你去锁定的BNB越多 对于后续整个BNB的价格涨幅 也绝对是一个利好的事件 因为大部分的BNB都去进行了一个锁定 所以对于这个项目 我建议大家保持关注 然后对于二级下面的一些机会 我也会等到第一期MegaDrop结束之后 跟大家去来做一个全面的分享 跟总结 从目前实际测试的整个的收益率 然后来到二级上面的一些机会 以及何时买入卖出的一些等等点位这些 那么其实我昨天也做了一期视频 跟大家去来分享了 目前阶段整个BNLong True 最新的收益率分析 还有最佳的一些参与方式 那说实话 BNLong True的一个收益率 较之前的2.5%确实是下降不少 由于目前市场行情不好的一些原因 但确实目前BNLong True 依然还是一个比较稳健的 能够吃到利息的一些产品跟标的 而且随着BNB的价格逐步走高 我相信BNLong True在后续 也是有更多的一些机会的 所以以上就是我对于整个的Bound Speed 以及MegaDrop 如何参与如何玩 以及后续收益率的预测 等等的一些简单的分享 那么后续还会跟大家做一期 关于数据统计方面 和收益统计方面的一些详细视频 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在后续可以保持继续的关注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多享受的想要的 欢迎在评论休闻 或者是点赞关注我们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